尝试把台湾道地美食跟文学相结合 驻洛杉矶办事处台湾书院 历经四个月准备 特别推出品味台湾 台湾美食跟文学特展 要把静态的文学 结合动态的美食 鼓励更多的侨民 学习甄华文化 过往台湾书院 它其实我们办的 跟文学作家有关的 都是比较静态 那这一次就是结合美食 因为近年来美食文学这一块 其实在台湾的文学的领域里面 已经变成一个主流文学之一了 所以今年台湾书院 特别就是把美食跟文学去做结合 希望这个能够引起 大家对台湾美食 甚至对台湾文学的一个重视 以及重新的审视 我们在挑选文章的时候 是希望可以透过 因为他们每一篇文章重点 都在讲一道料理 那希望能够透过文章来传递 这个料理背后所承载的 一些集体记忆跟台湾的氛围 跟一个情境 策展人苏玉豪表示 他们特意挑选了六种 承载台湾民众集体回忆的美食 结合相关文学作品 回忆台湾生活 比如过去铁路旅行时 特有的铁路便当 透过美食文学 更揭示美食当中 一份令人难忘的台湾人情味 展览从3月6号开始 在台湾书院画廊 一路展出到4月23号 欢迎观众踊跃前往 东森新闻团队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